第29集 翅膀硬了 两人说着话走到了一幅复暴时的乡军面前 这幅画也是被狼尖白掉了包的 但是呢这幅画临摹的还不错 可还是被莫小鱼一眼就看出来真假了 这幅画买来的时候就已经三百多万了 现在的价格不下五百万 而且复暴时的画还在上涨呢 如果你能做几幅复暴时的画作 很快就会成为亿万富翁的 狼尖白看着莫小鱼很认真地说道 可是我做好后怎么卖出去呢 这你就不用管了 你负责画我负责联系人来买 不过你放心我是绝对不会坑你的 至少也是你我一人一半 如果你真的能够画出来 极可心那里的那些画我可以全部都送给他 那些东西你不是也有份吗 所以啊你们还是赚嘛 你总要给我留点养老钱呀 狼尖白说的可怜兮兮 好像莫小鱼和极可心真的是欠他似的 哎无论你信还是不信 我真的和极可心没有那种关系 莫小鱼再次强调 小鱼啊不是我提醒你啊 你要是和他没有什么瓜葛的话 还是尽早离他远点为好 狼尖白说道 离他远点你说的清巧 你找的那两个人车祸死了 现在虽然警察不调查了 但是极可心一直都拿这事威胁我 我也是没办法呀 莫小鱼叹息道 哼说到底还不是你这个老家伙惹出来的事 狼尖白听完不支声了 这件事不但是莫小鱼的心病 那也是狼尖白的心病啊 那两个人是古玩行的朋友介绍来的 到现在那朋友都不知道出了这事 看来啊这事还没完 这博物馆不小吧 哎我能到其他地方看看吗 莫小鱼问道 可以啊 哦对了 等明天啊我给你办一个特别顾问证 你随时啊都可以去参观那些东西 不过我告诉你啊 能看但是千万不要上手 有些展览的东西都酥了 你碰一下很有可能就散咯 狼尖白嘱咐道 倒不是莫小鱼对其他那些东西有兴趣了 而是自己手里那套酒器 一直都是一知半解 所以很想弄明白那东西 到底是怎么回事 来自哪里 两人参观了一阵之后 狼尖白卸下那幅复报时的乡军 然后拿到了画室 准备让莫小鱼再次临摹一次看看 如果能够照着艳僻也能临摹出来 那么狼尖白心里就有数了 这一次啊 莫小鱼上手很快 只是在结尾的时候有点不顺 于是莫小鱼歇了一会儿 然后说道 哎呦我看也没多大问题了 歇会儿啊歇会儿 哎对了 你这里还有好酒吗 拿出来啊 喝点呗 其实到了这个时候 莫小鱼已然是强奴之末了 再画下去 这幅画就得作废了 脑子里完全没概念 笔不知道怎么拿 更不知道落笔的地方在哪里 那套酒器 又被莫小鱼放回了博古架上 等待狼尖白拿回了酒 他依然是用那只酒杯继续喝酒 他心里明白 自己的道行还不够 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 难道自己每次外出 都要带着这只酒杯吗 不过让他渐渐明白 酒杯带来的能力 渐渐深入到了他的身体里 只是还不够多而已 之前的时候要先喝酒再作画 那这一次是做到了最后 力有不殆 而且呢 增强自己能力的唯一办法 就是用这只酒杯喝酒 只是不知道 用酒壶倒酒是否效果更好 但是狼尖白在这里 还是算了吧 而且不知道狼尖白 用这只酒杯喝酒 会不会也有这种效果呢 玄武万象 那个人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墨小鱼边喝酒 边看着眼前的画作 此时的狼尖白倒是沦为了小跟班 站在一边不敢吱声 看着墨小鱼喝完酒后 愣了一会儿神 提笔一挥而就 狼尖白啊 作为一个画了几十年画作的国家一级美术师 而且复报时的那幅画 自己临摹时看了半年多 反复多次作画 可以说啊 那幅画就像是印在自己脑子里一般 所以呢 画作的每个细节 自己都记得很清楚 我的天哪 这幅画即可乱真了 墨小鱼 你是怎么做到的 狼尖白强压着内心的激动问道 嘿嘿 你临摹的这幅画很不错了 但是呢 有几处落笔处啊 显得很生硬 我只是圆滑了一些 还有 人物描绘上呢 显得不自然 有点绞肉造作的嫌疑 所以呢 我就留在了最后面 一切合成 否则啊 还是会有临摹的痕迹 墨小鱼现在不但可以画了 还能点评 这让狼尖白是刮目相看 虽然如此 这只是针对个别的画作 墨小鱼可能胡周八扯一番 但是 毕竟脑子里没多少东西 而这几句点评 还是记得狼尖白之前 谈到画作时 和自己说过的话而已 只是狼尖白此时 怕是不记得了 那在接下来的几天啊 狼尖白基本上每天晚上 都在地下室和墨小鱼坐而论道 恨不得将自己的毕生所学都倾囊相授 到了狼尖白这个年纪 遇到墨小鱼这么一位天才 那心里岂能不激动啊 那这小子呢 也借着这个机会 把狼尖白藏的美酒呢 喝了个遍 狼尖白在那里讲 墨小鱼在那里喝 好像是永远也喝不够是 每每狼尖白讲着讲着 墨小鱼就噗咚一声 醉倒在了地上 狼尖白无可奈何的摇摇头 心里想着 人才是个人才 但是如此嗜酒如命 这怎么办呢 可是让狼尖白惊奇的是啊 墨小鱼虽然是醉眼惺忪 但是他教授的那些知识 墨小鱼一字不落的都能记下来 开始的时候 狼尖白还管他 劝他少喝一点 但是到了后来啊 不但是不管 还从外面又拿来了不少好酒 以狼尖白的名气 要想喝点好酒 还会没有吗 喂 墨小鱼啊 你这是在哪儿喝的 一身酒气 你还敢开车回来啊 那可是我的车 要是被查了怎么办啊 极可心看到墨小鱼 一身酒气的回来 气不打一出来 这小子自从拜了狼尖白为师后 越来越过分了 所以墨小鱼一进门 就没给他好脸色 但是墨小鱼甚至人在屋檐下的道理 所以呢 根本就不和极可心吵 自顾自的去厨房做饭去了 一个保姆的角色扮演的非常好 哎哎哎哎哎 我问你话呢 翅膀硬了是吧 极可心不依不饶的 走到了墨小鱼身边 伸手推了墨小鱼一把 正好 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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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